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警察县比亭镇三长梢子的村民 原来我们村上没有点 没有水 路要不好走 困难得很 2008年之后 公家就去了个房子 放了个地 那些牧民里面办好了 定居以后我们办过来打工了 路上是有些工作队 他们就喝的 喝的最后我想的 这个路上好 喝的很长 我们爸爸妈妈以前商量的 就没些路上 没路上 我们仰汉牛没掉 所以没喝路上的 2016年 我没喝的十二头 大的六个 小的六个 十二个 今天是没的 我们爸爸喝的呢 想的很 就没去太贵的很 原来那个战风 电没一点 夏天 电没有的话 就回到呢 国家电网就拿来 拿着电 最后 冰锅也没说了 冰锅也没说了 冰锅也没说 就在冰锅里面搞的呢 有阿投资平台 和国家电网 他们 开刀会 安排的我们房子更浅的转 安排的转业合作市 合作是我们五家的 现在港有六十多头 合作是一面 算后来就一百多头呢 慢慢慢慢就 路透发展出来了 原来我们就一家几口人 困难的很早就现在就活了 欢迎大家都来比听证参长投资做客 平常这里的迷失了解我们的养殖业 发展我们的养殖业 让我们的聪明共同富有期待 把家乡展示的更美好